想要在娱乐圈发展,除了要有上镜的脸、凌厉的口齿还有超高的双伤,你还需要有一大堆亲戚关系。 而这个关系大家可别想歪了哦,绝对是再正常不过的关系了。 像大小S,姐妹俩一起闯荡娱乐圈,总好过一个人单枪匹马,两个人行走在娱乐圈估计又无助的路上时,是彼此的依靠吗? 还有姜文姜舞两位老师,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,两位都算得上是出色的,特别是姜文导演的作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被现在的年轻人视为经典之作。 还有一种友情叫做何久谢娜,他们两人的关系真的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。 在最新一期的《向往的生活》中,谢娜只说了一句话,还是在用变生气做了生硬处理的前提下。 何老师还是第一时间听出来是谢娜,这得是有多默契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啊? 真的挺感动的呢。 所以说在娱乐圈没有关系怎么行呢? 在坚强的女汉子也会有软弱小女人的时候。 而赵丽颖这几年绝对算得上是职场大女人了。 拍戏、代言、时尚、综艺、电影真的是一个都落不下她啊。 而赵丽颖的人员在娱乐圈也是出了名的好的。 鲍贝尔在做导演的第一部戏时,一个变化赵丽颖就赶过来客串了。 真的是很够朋友一起。 这样的银宝谁能不爱呢? 而且优秀又努力的女孩总会得到回报的。 精英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都有她的名额。 而且还和胡歌建立起了长久了合作关系。 真的很希望两位优秀的演员能够合作啊。 而向往的生活也即将收官。 谢娜和赵丽颖作为收官嘉宾其地位可想而知啊。 而节目中谢娜一直称自己的二弟要来。 但是就是不告诉她的二弟是谁。 最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赵丽颖还有谢娜这样一个大哥啊。 但是别忘了,赵丽颖现在的地位可是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友。 她不仅是谢娜的二弟,还是张涵韵的老公。 而且她还是能和何老师传出绯闻的女子。 哇,顿时觉得她真的好厉害有目有。 但是更劲爆的是赵丽颖还是这位娱乐圈隐形富豪的妹妹。 她就是丁子俊。 两人此前有合作过多部影视剧,也因为细节成戏外的好朋友。 后来直接认成妹妹了。 而且在赵丽颖的《乘风破浪》上映后。 丁子俊这位当哥哥的还拉上全家一起上影院支持赵丽颖的作品。 为此家人还特意发微博为赵丽颖的电影宣传。 有这样一个哥哥真好。 赵丽颖应为自己的努力变得幸运。 也正因如此有了这么多的好朋友。 相信未来的丽颖会越来越好的。